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点01分57秒 播放流水619DD3AF66ADF60D16887D121AC9344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杨明出席CBA选秀大会开幕式 助球员 助球员 助球员圆梦自己新移球队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一分44秒 腾讯体育7月27日选CBA公司在官网中公布了第四季CBA选秀大会 最终选秀顺位 其中巴依南兰与吉林兰兰达成选秀圈互换协议 吉林兰兰将在7月29日进行的CBA选秀大会上 在第一顺位选出本节CBA中 值得一提的是 巴依与吉林的操作 也完成了首次CBA选秀权交换 按照本节选秀的最新规定 最终撞秀将获得50万年薪 2018选秀大会 新增加了俱乐部之间 可以互换选秀权 有俱乐部自由协商 每个俱乐部只能互换一次 根据上赛级的排名 巴依拥有2018CBA选秀撞先 不过在过去三届选秀大会上 他们就选择了弃权 今年应该也不会有意外 因此他们将撞签换出 也合情合理 不过目前并不 知道他们与吉林互换纤维的过程 是否还涉及其他内容 而吉林的顺带原本是第四位 他们换的撞签 必然有自己的考虑 按照目前的消息 目前效力于NBL和南队的江雨昕是撞大热 23岁的他身高1米9 可谓年少成名 2014年 年纪19岁的他就在NBL比赛中 场上拿到19.1分成为本土MVP 而在2017年的全运会运赛上 他曾带领核来击败吉林 当场他拿下32分次来版6助攻 也许是这场比赛令吉林印象深刻 让他们最终想要将选秀顺为交易 通过撞签拿下证明球员 2018年CBA选秀大会将在7月29日上午举行 付CBA公司通知 各CBA俱乐部 根据大学生 港澳台球员的参加CBA联赛实行统一选秀办法 2018版有关规定 允许参加2018年CBA联赛选秀的各俱乐部 互换选秀权 把一副包俱乐部和吉林酒台农商行俱乐部 决定互换第一轮选秀权 现将2018年CBA联赛选秀大会 各俱乐部最终选秀顺位 公布如下 特此涵告 CBA公司 2018年7月27日 全体秀赛选秀权 二字幕-100年4月1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